那时伯多陆前来问耶稣说 主,如果我的兄弟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几次 七次够了吗? 耶稣回答 不是七次 我告诉你 是七十个七次 因此 天国就好将一个国王 要跟他的伯人们算账 开始的时候 一个欠一万个塔冷通的人被带来了 因他无力上还 国王就下令把他连同妻子、儿女 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来还债 那伯人就跪下叩拜国王说 求你给我一些时间吧 我会把一切债务还给你 于是国王就联敏了他 不但把他放了 更赏免了他的债 哪个伯人一离开国王 反而把他把那人关进监狱 直到还清了欠债 其他的同伯 都会把那些年吻了你一样吗 非常生气 把他送去受刑 直到还清所有的欠债 所以 如果你们每个人不是真心宽恕自己的兄弟 我的天父也要同样对待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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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